我們今天要去大丘島 上去大丘之前要準備50塊 為什麼 因為要買商業 撞到我了 摩托 然後這一杯清涼卡 搭配這個美景 為今天的旅程畫下一個完美的據點 Yo 各位早安 今天是我在馬祖的最後一天 我現在住在南竿 那我們今天要去哪裡呢 我們今天要去大丘島 我上次來是因為1月 那時候沒有開航班 因為東北氣風的關係 那這次來呢 他們每天都有一班從南竿到大丘的船班 然後早上去中午回來 我們等一下就是要9點10分集合 在南竿福澳港 那我們現在就吃完早餐 直接過去我們來看一下早餐吃什麼 聽小夫說 就是我那個導遊朋友 因為我這次來跟他趁團住一下 他說這邊的早餐非常好吃 很特別 這個view超讚的 那個鐵堡就在那個方向 這邊是鐵板村 這次跟小夫趁的住宿 是南竿鐵板村 陽台看出去的美景好舒服 老闆煮的早餐 大餅和餛飩湯更是魚絕 尤其是加上老闆收藏十幾年的老酒 阿斯 大餅 家老酒超讚 School 因為它帶短不一定會 超級超級香 環境比較少會來這裏 我肯定去哪裡趴要帶老酒 可以煩燉湯 隨著進入春夏之際 大丘島也開放啦 大家可以從南竿直接搭船過來 來回票價350塊 在島上待兩個小時左右 來來來 大家猜猜這個是什麼葉子 跟你說上去北竿 不是上去大丘之前要準備50塊 為什麼? 因為要買桑葉 我們直接買起來 然後買一把 好 這是什麼葉子啊? 商業 商業嗎? OK 好 謝謝 這個啤酒一般比較好 真的是人手一把商勝夜 準備吊帶去給大丘島的露露們吃喔 不是只有我買 大家都有買 上船啦 往大丘 20分鐘 好 那經過大概二三十分鐘的路程 不是 船程呢 我們已經來到大丘 跟你說啦 我們通常 參加這個團呢 只會在大丘島上面停留兩個小時 像我們就大概9點40分到嘛 11點40分就要上船 那我的葉子在這邊 那一下船呢 就會發現有些路已經 已經等在這邊了 在港口那邊已經有兩三隻了 我們就直接餵起來 如果它吃不完的話 我就回家自己吃 露露們其實也很聰明 看到有船靠岸 他們就知道有東西可以吃啊 港口邊就有三四隻 在等著大家餵食 其實有人跟我說 在港口邊的路 是因為打架打輸了 才被流放到這裡 你撞到我了 摩托 來跟大家說一下 基本上我們就是會在這邊一圈 然後剛剛那個導遊說 後山環島步都不用去 因為沒什麼景色 那我們就來直接環島 環起來 現在看到你這裡有 有其他其他人來了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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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我身後那塊島是什麼呢 那個就是北桿 因為其實從北桿過來傳承的話 只要五分鐘就到了 但是呢 我這是從南桿出發嘛 那其實你知道嗎 他們這邊有在蓋那個 算是大丘大橋 它上面寫說民國 112年8月9號就是2023年的8月9號 明年你就可以用走的 走到這個大丘島這邊 就可以不用搭船了 因為我船票來回的話是350塊嘛 會不會這樣子 這邊沒花路就往北桿那邊跑呢 搞不好也說不定喔 晚上就看到大局遷移到北桿 因為那邊可能東西比較好吃吧 風景是還蠻不錯的吧 如果你就直接從那個 觀景台往那個東 這邊是東環島步道 人瞬間少非常非常多 所以大家有沒有很好奇 從什麼時候開始 大丘島成為了梅花路島呢 其實以前大丘島是有居民居住 與軍隊駐守的 最多有超過300多人在此居住 後來因為時代的變遷 人口外移到南竿和北竿居住 大丘島就成了一座無人島啦 他們應該說我下不去那邊 所以我真的願意用長跷捕捉他們悠閒的 然後聽著海浪神的感覺 其實旁邊也有三隻 脖子真軟 1980年台北原山動物園送了五隻梅花鹿 給連江縣政府 並選擇了當時還是無人島的大丘島野放 漸漸的鹿鹿們適應了島上環境 悠遊島內並開始繁衍後代 現在就成了我們的台灣鹿島啦 好我來給大家看一下後面有沒有那個涼亭齁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三歲島的正中央 那我跟你說我們剛走的是這個東部的環島也是產業道路 超累 但是景色也是很漂亮可以看到那個北竿那邊 但是真的有些斜坡真的是 我現在滿身大汗裡面就是一個悶燒鍋的概念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往另外一個方向 後山的話可能沒有時間 因為像我從碼頭這邊走上來也花了一個小時 我現在剩大概一個小時就十分鐘 那我在整個東部產業道路呢都沒有遇到任何一隻鹿 就在前面一段有 但是後面的話就完全都沒有 就是純走路運動啦 那我們現在就切下去往那個西側的環島步道 然後順便去中間這邊大丘寶啊 或是大丘分小區那邊看看 其實有點趕欸兩個小時在大丘島 那沒辦法那我們就隨機應變吧 繼續去衛入我的草都沒有在用 嗯這個view也不錯喔 有點像我在印尼那個 Forest群島 Komodo Island那邊 那我們現在就是往左邊 來請你吃 整隻抽走耶 他其實抽的那個力道非常的強 然後不給他吃 他會用你的 他有些路會用他的腳來頂你 Come on baby let's go 好啦那我現在就是這樣 直接跟他餵路餵起來 我很怕他的腳 他腳可能有超過30公分 我很怕一直攻擊到我 轉過來 不要錯啊老大 欸我們背光了 我們換個角度好不好 好 被攻擊了 等一下換一隻手啊 好這樣好一點 我來給大家試驗一下 如果不給他吃會怎樣 他攻擊我 你看那 脫 你看那 他攻擊我的背包 好 給你吃 他其實被打到蠻痛的 你看那 會戳我 跟你說 那個路非常的現實 你看我剛剛一大 然後現在剩這樣子 他這樣子就不吃了 對 他覺得不夠嫩 上面就是一些 只剩一些枝葉 呃 只有枝沒有葉 所以他就不屑吃 他聞一聞 然後就跑掉了 所以這把應該是沒有用 那記得把那個橡皮筋收起來 那剩下也可以直接 隨便丟 讓他 就是回歸大自然 好那我們 要慢慢走回碼頭 大概還要 十幾二十分鐘吧 距離我集合的時間 還有半個小時左右而已 走吧 他好像甲頭 完全移動不動 因為他在看有沒有失誤 就是你走在大丘島這邊啊 不管走到東部或西部 都非常好玩 就你時不時會發現 唉 可能滑一滑手機 看一下你人在哪邊 下一秒 就有一隻 不只一隻 兩隻三隻的那個路 盯著你看 現在上面就又有一隻 他們很喜歡就是在那個海岸邊那邊 就算是那個海岸邊的高地那邊 曬太陽 然後耍廢 然後一聞到 或者是一聽到 我們在甩那個樹葉 他們就會衝過來 慢慢的靠近你 然後忍不防的直接咬一下這樣子 然後用力的扯 而且他的力量真的蠻大 所以真的不要跟他硬碰硬喔 那你看到我這個身後的白馬 諸王廟呢 就代表你又回到了碼頭這邊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快啦 今天因為走走走走走走 前面的東部環島兜路真的蠻累的 好 別管了 然後現在太陽又出來了 那你在離開這個大丘呢 有些東西一定要吃一定要喝 對 吃的我可能吃不到了 因為他這個 呃 無公雞呢 是至少四到六人份 只是一千二 下次有機會 再帶榮爸榮媽一起來吃吃看 那那個冰涼茶 咦老闆有冰涼茶嗎 有有有要幾杯 一杯 好外面等 好 馬上拿出來 好 好謝謝 謝謝 下面都是非常各地的珍珠 各式各樣的珍珠 涼大便 不是 鹿大便 然後這杯清涼茶 搭配這個美景 為今天的旅程畫下一個完美的據點 清涼茶 冰涼茶 喝一下 有點通體舒適的感覺 因為其實它不像清草茶 清草茶 它的顏色比較深 然後其實味道還蠻重的 就是那個草的味 但這個是 有點像烏龍茶 但是它又沒有那麼苦 也沒有那麼回甘 它那個感覺蠻舒服的 這可以 這杯50塊 可能你會覺得有點貴 但是我覺得這次來到大洲 你一定要喝喝看的 因為你走了一圈環島 其實有點累 那喝個這個冰涼茶 然後再上船 Burr棒 讚 好啦 那兩個小時快閃大洲島 就這樣結束啦 我覺得有點空虛 那如果你喜歡鹿的話 也蠻歡迎你來的 如果下次來我會覺得 下次還會來嗎 不知道 那反正我們先上船 時間也差不多 現在11點20分 先來船上搶個好位置 好 那今天影片 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當然沒有 我覺得這樣篇幅有點短 那我們等一下回到南竿呢 來吃一些好吃 好了 之前有排過 但是沒關係 這次加碼再拍一次 因為我現在肚子超級餓 好 那我們先上船啦 大洲島 掰掰 哈囉各位 我已經回到這個南竿了 我剛剛不是有說要拍美食給大家看嗎 那我剛剛騎著摩托車回去的那個 接收村那邊 去吃市場旁邊的那個玩家鄉 狗麵套餐 結果竟然忘記拍了 吃得太爽了 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狗麵套餐是什麼的話 歡迎去點右上角的影片 重溫一下那個畫面 好 那這個 我不知道這一段會放在哪邊 可能會單獨 一趴 或者是接在那個大洲島之後 那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那我 因為這次我已經在 馬祖待了四天嘛 去了南竿北竿 然後還有 東舉西舉 其實時間蠻趕的 但是 也蠻舒服的啦 對 我已經習慣這樣的步調了 那我們現在要回台灣了嘛 我們要怎麼回去呢 我跟你說 飛機票一個月前早就賣光了 所以完全 沒辦法買得到 那怎麼辦 就是搭船 這次不是搭那個台馬之星 這是搭南北之星 你看 我已經把票拿好了 這個南北之星是 最近才剛開始 應該說2022年的4月才開始 運行的 他從 基隆 台北 他不是從基隆港 他是到台北港 巴黎那邊 然後只搭南竿 只要三個小時 以前 上次搭那個台馬之星 就花了 一整個晚上其實還蠻累的 但 這次的話 我來試試看 就只搭 三個小時就倒了 快船 大概是1700塊台幣左右 但我現在訂票 我才知道 他竟然有送那個禮券 全家的禮券 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東西 一張100塊的禮物卡 對 我們等一下就把它拿去買一些小零食 這樣子 嗯 就這個 哭吧 好 因為我們的船 回程通 是從 南竿這邊出發 然後是下午三點 然後到台北港是六點 那 十二點半就可以開始取票 然後 兩點 十分通關 然後接著就直接上船 這樣子 然後三點準時出發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去休息一下 那剩下的我們上船再說 OK 現在時間呢是下午的兩點 我們要準備上船了 不過上船之前要先來安檢 很酷喔 因為通常我上次搭那個台馬之星 要回台灣 到基隆他是走這邊 但是結果這邊完全沒有人 因為要搭南北之星的話 他在後面那裡 有沒有看到 好那我們就準備上船吧 蠻期待的 我們要去看 快一點 十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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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南北之星的座位兼具其實還蠻大的 想翹腳也沒問題喔 現在一下船剛好是六點整三個小時不多不少 那心得是什麼 心得就是我一台坐的非常不舒服 因為位置雖然那個間駅很大 但是我們有地方可以靠你知道嗎 有點尷尬 所以睡了一個多小時後覺得好累喔 那後來就漸入佳境這樣子 對所以這個是不專業開箱啦 因為我連廁所都沒有去 但是好久沒來台北港了 應該是人生當中第一次吧 好那我們要過馬路了 好那我跟你說就是一來這個票啊都有免費的接駁車 不管是你要到外面的行政大樓或是台北車站甚至是桃園高鐵站都有 OK那反正就是在買掉的時候勾選就好了 好那這就是今天這部影片的最後Ending 可以回家鹿貓了 各位掰掰 拜拜 拜拜